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远方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山东自博 目前是在八大局市场的门口 准备在这边逛一逛 我还想去一个地方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 问一问 你好 请问一下我要去 叫什么浦松林故居 没有直达了 没有直达要转车 从哪边倒 您可以先坐一个公交三线 到火车站 然后从火车站再坐103日 火车站那边就可以是吧 对对对 到那里要多久 大概得一个来要吃的 我说导航上怎么看不到 公交的从这里直接过去 他没有直达了 最近几天刚去 行谢谢您 我想去那个地方 现在还是到不了 那你一会再说吧 先逛逛 平安喜乐 现在呢 山东自博这边变化都挺大的 增加了那些就是书画 还有在门口的这一条街 这是 这包 这包 这包不够 逛一逛 9块9一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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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增加了很多摊位 目前好像还有一部分没有出摊 现在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走进来这个市场里面了 等一下到这个市场里面去逛一逛 这门口还是炒锅饼的比较多 然后很多人都买了那个紫米饼在这里吃的 一会呢 我也就是去逛一逛 看看也是买一点吃的 带回住的地方 今天这个视频 看看这边的物价 贵不贵 有没有什么变动 大盒10块 小盒6块 这个没有变动 有变化的 只是增加了一个类别 就是以前都是一种6块钱一盒 现在增加了大盒 这边也是经典猪肉丸 30块钱一斤 焦香味炒锅饼 6块钱一小盒 10块钱一大盒 这个酸奶大麻花5块钱一斤 香酥牛奶豹2块钱一斤 黄金蓝花饼13.8一斤 清凉绿豆饼14.8一斤 帮我拿一根麻花吧 多少钱 5块 酸奶大麻花5块钱一个 肯定是中间加了酸奶 肥肠包是6块钱一个 龙虾包是6块钱一个 包子 现在是上午8点多 这里面的人气 也是很多 这个找名字 3块钱一颗 从这里面的物价上来看 大家就能感觉到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来山东自博 它不光是人文环境 还有这边的这个消费 这边卖什么的 我还劝你哦 烧饼 这个多少钱一个老板 那个原味的是2块5 给我拿一个吧 这边这个炒锅饼也是变化了很多样式 它不光是大份小份 好像那些口味也变了 口味变了以后 它价格也不一样 刚才我看到了 等一下我再看到了 给大家来说一说 包括这个植米饼 它也是变了 这怎么卖的 这个软心卖 各式各样的 对 这是三个口味 有豆沙的 这个是芝士 对 葡萄干 都是价格都一样的 对 这种价格都是一样 这多少钱 这种12一斤 这种是8块一斤的 就是没有加现的 哦 就是经典的原味的8块一斤 行 谢谢 就是加现的是12一斤 不加现的是8块一斤 这个地方还有卖凉菜的 就是普通的凉菜吧 玉米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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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 不行 谢谢 我暂时不买 等着走的时候再买 你尝尝走的时候再买 行 谢谢 这个甜辣的 很好 嗯 很好 嗯 谢谢 我在那里准备看一下 它那个炒锅饼呢 你非得要尝一下 尝了一个 确实那个味道 嗯 就是 多了 味道品种类多了 有海苔味 椒盐味 香辣味 然后那个 我看到它这边是6块钱一盒 买10盒送一盒 嗯 嗯 菜粉条肉我拿一个吧 一个 嗯 微信收款5元 2块5对吗 就 这边 是卖早餐的 下次吃早餐的时候 就来这一条街上吃 这一条街上 早餐品种比较多 选择性也多 一天吃一种 连续好几天都不用重样 现在看了一下就是 八大局的物价 大家觉得和以前有变化吗 这个物价觉得是实惠还是贵呢 那么这个视频就给大家拍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